这下路感觉应该有点火药味了 但是右边这下路两人不能吃空 就主导圈还是在TT下路两个人手中 就是得球的那个时间点 下路要考虑去月塔的 就是一波差不多1分48左右吧 时间段 说实话我感觉 这个组合下路那波月塔 因为下路这两人就抗拒不了 没办法 只要泰坦给大 他还配了一个垂石 又是一个双勾的组合 对 泰坦给完大招 泰坦先勾垂石再勾 这谁都活不了 对啊 这基本上是一个特别稳定的combo练 是的 控谁死谁 这套阵容也是本赛季 其实TT使用次数比较多的一套阵容 但优劣时也很明显 优势在于 如果这套阵容前期的经济领先足够大 他们中期杀死比赛能力是很强的 但劣势在于有进攻压力 这套阵容真拖到后期 没有像吸血鬼那样的兜后期的英雄所在 对的 全军出击 这个阵容就是前期强节奏阵容 嗯 他们的节奏要快且密 但我发现最近TT 其实在这赛季一直都在尝试使用这种阵容 最近其实是有点转型的 特别喜欢玩这种去往后去拖 就是我们从两边的那个血量上看啊 其实都没辣多少 来 勾 勾 勾 直接出手招 一阵一阵 一阵闪现还在身上 这边闪现没打出来 木头虚弱之后 应该都要回塔下吃一下果子了 但是 昆昆已经把果子吃了 但你看太坦的刷野速度 昆昆这个状态还要再继续压吗 就是卡1分40秒左右这个时间 去硬打你一波血量 然后太坦又过来了 来了 闪现一刀再给 灯笼直接再拉回来 但问题是这一把 这个阵容 他只能冲第一个 是 这个是很尴尬的 因为你冲第一个 哎 这边被晕了 卡尔玛直接给大招 但大招邓的效果一般 在一阵这个大招 直接空了两个 然后闪现过来 直接是收掉了 扶住smi 然后刷新就减了 大招想到有一个白盾 这中闪现不了补伤害 但是上行没补出来 虚弱套给的叙血鬼 叙血鬼也是一丝血的一套烧 那在一波小规模的交战过后 是打雷波零换一 但先锋的主动权 以及最终的归属权 大概率还是要由TT收下 是的 来两个人在超里蹲 直接出手 交闪现往后拉一下 看一下德莱文 感觉要被收了 德莱文可能要被断掉了 闪现过来 又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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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smi的登陆 及时救难 爆住了队友 这都 这已经是齐齐两个意思血 可以跑路了 德莱文这把的节奏要断掉了 但是smi那个登陆 及时救难 这不又来了 一套咱还灌上来感觉不够 非白 这个血量很危险 想吸引一些 但是德莱文只要走就行了 他不用回头 坏了 在这边战场 对那边直接很尴尬 闪现过来的杰斯 完成力波双杀 小超 扇扇来持 带一个辅助的卡尔玛 没有办法给到杰斯致命伤 Smi过来想音乐 卡点不了 被定格塔下了 留住了锤石 但伤害不够 这个 维新有果子 这个血量 这个线倒是蛮好的 但想音乐有点难 完全这个是个盖轮 德莱文又从中甩了一波大 帮维新去解线 尤其是中路的杰斯 在两个人都进仗之后 这个对位领先比较明显了 以及德莱文 他这把本身肚层的发育就很好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领先 来了 坏了 做不掉了 大招起手 大接勾勾勾接定换 还省了个大招 盖伦再往后包 这边勾勾到了 完了 又是直攻打西 沉默给上 二约多百万 小超交产想走 还没交大 又勾到了 又勾到了 连哥过一个也要阵亡了 哇 这两个勾太要命了 二塔顺势被拔掉 昏缩点语掌 SMY的垂石啊 太老道了 有灯楼 在救走队友 飞白想追 追的是一个维心 但旁边有垂石的 维心中买白走着背影刺客 周周拍拔赶到 虚弱套给的虚却鬼 两个人都是残血交散 但还是被点燃的伤害给烫死了 最后 周周也补上了致命伤 拿到了剑末的人头 EZ 画一个精准弹幕 刮残了周周 但好像后续的流人手段有些匮乏 德莱文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拿头 但自己也没死 啊 高速没死死了 直接抬走 但问题是队友还是很肥啊 野区的追击战 应该是伴随着几个闪现的 障眼神技能要画上句号了 张兄之夜直接过墙 有爆炸果实 赶过去吗 现在其实过去后 就反而有些着急了 没必要了 刚锁得来 看一下这个龙 这个龙抢到的话 其实是微博的一波反扑机会 先下来了 好像有机会哦 但是TT选择平手了 龙1100的一个血量 这龙是谁的 龙手TT攻下来了 那这个残绝 龙跟那个背影资格也走不了 正面战场 小超的血量有点低 但维新的流人手段也会比较匮乏 回头给一个链子 链子链到 钻玉拍马赶到 炮上虚弱 带有周周的保护 一锤锤开 天炮形态 又是周周的double kill 好痛啊 这一锤子上来 急要了钻玉的轻命了 剩下复活时间最快的15秒 一波有戏吗 一波 有一个灰盾 感觉可以不 硬拆应该有了 6秒 这5个人急火拆应该是 硬拆了 硬拆了 我们也是恭喜TT成功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镜头给到了SMY 这把绝对是TT我觉得值得MVP的人选 确实 他这个垂直这把 太灵性了 他真的对于局势的判断 他很清楚他每一波该怎么勾 或者哪一波勾的收益是最大的 基本上好 基本上好 但这个英雄其实在最早登陆我们室友的时候 也见过几把打野位的登场 效果其实相当一番 是很差 扎人的空间太小了 这TT果然最后还是要把卡莎补出来 还是要给 如果说SMY前排压力不大的话 可能会做水益 去主动顶努努那个球 也不是努努那个球 大说大其实也可以去顶 也可以去顶 可以顶第一波控制 这把感觉对于微博来说 还是一个问题 能不能发育起来 因为这个阵容前期完全是靠雪人带节奏的 其他几个点的话是完全没有节奏的 但我们 就至少在英雄联盟手游的赛事历史上 其实 能不能走打野位的效果 基本上都没有特别好过 我好像压根就没见过赢过的 就没打赢过迷路打野 全军出击 冰川 增幅的努努 关键这把是一个双射阵容微博 这种球 贴雪球过来 找一下你小白的位置 再把你却打起来 SY叫做吃力冲锋中 再给控制 控制电视给到了小 这个羊撞的效果一般 这个羊撞到西伯利亚去了 回羊村了 诶 就预判了一下 又得成功 撞两个 再没用 哎 这这水球来了 但小白再下路的 闪切过来直接绑住 绑住的话 轰轰拉到塔下 直接是把奴奴给顶飞了 这波奴奴而且大楼被断了 被挂上的虚弱 周周来了 周周后后面包过来 有仙人龙螃蟹 人是虚弱的 小白把魂捡起来了 在这个小艾口 剪头的魂 在这身边留人的 配合队友 飞白能走吗 华强 但小白同样通贯天零过来 周周也逼过来了 飞白交闪线 尚玉在旁边保一下 但是给到格温一波双杀 这波被追死了 不过也把 视野看着再打不去 主要小白刚才那个位置蛮尴尬的 这队友不好往正面挤了 敦路打起来 应该是互相消耗下血量 这样的话双资源全放 放光资源 然后直接抓下 然后拆下塔 周周你在扛塔 这也有可能是多扛一下塔 然后想办法一口气 直接把下路塔给拆掉 但这个队友领先 你看机就只是领先 这体体很坏 他们故意不拆下塔 他还想再追一波 凤冠天灵过来 应杀 哎哟 上档上档 开启超线暴闪的泽力 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俩哥们伤 哎 来了三两 还能撞几个 直接撞大树了 哎大呼唆的魂 捡起来是有控制链在的 但是这个推的位置其实不太好 但是也杀不掉 也杀不掉 给伤害不够 推一下中路 没有太好的效果 我这样打的话还是一个问题啊 微波这边 现在不好找机会 飞白这把过得好难受啊 这虚弱一套 能换一个吗 有一个白盾 又是一波勾引 但这波周周 没有思绿残留的 EZ大招 好像伤害不够啊 噢 但是段玉来了 段玉能收一个波 闪现可惜 技能伤害不够了 周周应该是走不掉了吧 这个位置周周应该是个必死局 周周的赏金被吃掉 周周的300赏金 600斤 这也进到段玉的口袋 这把 EZ是要承担中期WPG的输出大起的 目前两个人都进账 对 对 这波大刮得漂亮 刮三个 卡杀赶紧得去吃个果子回绝了 然后正面小白也卡不住口子 我已经得往前走 背影刺客的位置倒是一个安排哦 他可能会是待会的一个伏笔 开大灭了 乖逼的安利人先挑飞一个 他要制止后排吗 大树也侧向开大 盯住了三个人 第一时间都没有选择打到底 哎 龙 龙被后头盲打下来 龙牛卡杀抢下来了 盖伦大招直接劈死了NuNu 那这样的话 感觉微波得退了 微波还想再往前勾 茫茫焦土看上可以打压力 WPG也不选择再往前探 大树利用三技能招找位置 也选择就此作罢 拖人过来 哎 断鱼这个位置 靠虚弱 引针速射 这和卡卡的另一种本能 哎呦 这个但是没办法 这彻翼又跑过来 高恩 下路对面要对面 这个动手切断 因为钉到了 一个大树下去 没了 哎呦 真的是 而在正面战场 是由派马赶到的非白 拿下了坤坤的人头 去拿到一些肚层上 或者说人头上的领先 不会让你的双子圆 拿得那么舒服 推球过来 效果一番 TT想反开 奥恩主动向阳 仍然来照 只放了一个 射阻一番啊 但团是开起来了 大树先倒 魂再次被小白捡起来 而捡到大树魂的情况下 WBG是不太敢给位置的 中路塔就直接硬拔了 说实话 我觉得TT 这就是正确的盖轮玩法 主要WBG 其实最怕的 就是给大树 又是一个双射手 射掉了 真偷掉了 来不及了 32009 偷掉了 偷掉了 WBG的 打了一波灯下黑 灵机一动啊 拿到了大龙 是的 这只给你来的波灯下黑 但是这波大龙 我觉得转不了什么东西坏了 有伞线 又是要找小超 小超交闪 却通风没有留住人 杨大方面这个支援 反手 大树开大 杨来杨往 攻击点跟上 小超肯定要先倒了 还得赔一个 要感觉 盖伦大闪下来 背影刺客也被斩没血了 帮来点燃点 再留人 引起两个之后 想反打 杨也拂住两人 但伤害够吗 维星有一个白盾在身上的 这没办法 这伤害还是差的多 这个大龙buff 虽然说把 把它拿下来 但实际上你是没法利用它去推塔的 是 如果你一直是这种处理回推的情况 哇 正面上被找了一波机会啊 拿了大龙buff 形成了一波副竞技啊 拿完大龙buff之后 团还是接不过 而且线也一直是一个回推的状态 又被撞飞了 但是 昆昆这边输出有点低 强穿激光 准备到了卡莎 直接交产想走 被刺客开打没要留 第一段 第二段 都挑飞了卡莎 更还散不歪 但是后续伤害好像欠了一点点 雪球在圈内推行隔温 要缓打了 要缓打了 三级灯再定两个 大树的大野同步跟了过来 但又是盖了那一盏 弄弄先倒 随后 要追小超 贴魔被套力虚弱 走周没蓝了 这也后续追不了 两边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追击能力都一般 我刚才有遇到TT的 三线给平线压力 但就是这段时间 WBG不能再让TT把这个口子撕大了 如果再撕大的话 就一点还手之力没有了 奥恩的主动发难 找找他背影刺客 又来了 小艾口笑杨得交闪了 杨来杨往撞起了大树 大树回头给大招 要反打 要机会先找谁 要找一个残忍的周周 但是有上位置板架 卡莎 好肉啊 打不动啊 卡莎配合 贝格把大树的魂再次捡起来 要被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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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边只剩下了一个人活着 伴回着卡莎的WQ 以及这波团战的Ace TT有机会2比0结束这场BO3 这不是有机会了 这是一定2比0结束了 没有一个身环 我们可以恭喜TT 2比0拿下了这场BO3的胜利 我只能说 就TT再拿到优势 还是打得真的非常非常弱 我觉得这把TT 让我们蛮惊喜的 要从一开始五分钟那一波去说起了 首先 可能在我们以往的概念里面 双圈全让 是一件比较让人想不到的事儿 但是他们虽然让了第一轮的双支援 不过通过下半球的一些杜层设计 以及对于泽利的丁皇 是没有让那个经济的口子被撕开的 对 就我只能说 对